我們大家都希望說能夠建構防護網嘛 可是這時候美中對抗情勢升溫 江啟臣卻跟蔡英文講說 你要謹慎面對喔 你不要把台灣變成棄子喔 對 我覺得國民黨的態度很有趣 特別是江啟臣在他臉書 他寫到了這四個字 叫做美路變局 那就有網友問 那到底美路跟阿華田你是愛喝哪一種 就很奇怪 就為什麼江啟臣中國這個字 他就是說不出口 就一直美路美路啊 對 就美路啊 你到底美路到底捐了國民黨多少錢 沒有 開玩笑的啦 就是說 在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就是說從你稱呼中國的用詞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形態 像我們包括我跟靖怡我們都好 我們大概我們都稱呼他叫中國 沒有 我們尊敬他 因為人家的國家名字要尊敬 其實中國沒有任何貶低的意思 因為他的正式的國民就叫中國 那反而是國民黨比較看不起 就叫人家大陸 大陸喜鬥一喜 非洲大陸 南極大陸 美洲大陸 還是歐洲大陸 這個地球上有很多個大陸 那你老是一天到晚叫人家大陸 那中國這個國家也很奇怪 中國所有的涉外單位 他在對外發言的時候都自稱為中方 但是只有國台辦會自稱為陸方 或講到台灣的時候他會自稱為陸方 所以這個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真是哥良好 也就是說現代的 回過頭來講說台灣的防衛實力 除了我們需要可以自我保護的這些武器之外 全民的心防是很重要 就是說全民 就人類有戰爭以來 我沒有看過哪一個國家 當他的國家內部不團結 他可以打贏這場戰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說對待中國的態度 國民黨跟民進黨 因為台灣這兩個主要政黨 他是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對中國來講這是最好的機會 不要講拿花蓮港 他把台灣拿下來都基本上都不會太困難的事情 可是所以我覺得台灣現在面 此刻面對最嚴重的問題是說 中國國民黨你到底 張錦誠原本我對他是有期待的 因為他一開始講說九個共識是歷史文件 我當時還給他鼓鼓掌 我還一直支持他說對你要挺下去 可是現在不見了 對 對好那如果你還你還在講九二共識 那九二共識已經被習近平已經定掉了 叫做他是國家統一的 一個中國前提下的九二共識 他是國家統一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的中國國民黨 其實你要去很嚴肅的去面對 照理說在野黨 你應該要去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現在美中在衝突的時候 你當然你要提醒執政當局 你要注意不要變成棋子 我覺得OK這都善意 善意提醒 對但是你有沒有什麼可以給政府一個好的建議 譬如說當美中在對抗衝突的時候 台灣可以站在哪裡 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很多人講說這個兩邊不要選邊站 我跟你講 台灣在美國跟中國之間沒有選邊的問題 我們只能靠美國 難道你要靠到中國嗎 因為中國是要併吞你的國家 你怎麼可能去靠過去呢 所以我們只能往美國這邊靠 只是說在戰術上戰略上怎麼做 要獲取我們台灣最大的國家利益 這個其實是在野黨 責無旁貸應該要提出來要提醒執政黨 也要建議執政黨的 所以剛剛林荒哥講一個重點嗎 你就說真的有這個對外情勢很緊張的情況之下 在內部一定要先團結 對啊 所以這個大陸國民黨黨主席 江啟臣委員 不是 我覺得這樣講不公平 沒有 我要講 不要隨便扣帽子 那這樣就叫中國嘛 第一個事情我們其實這樣講 非常糟糕 你大家現在都講叫美中關係 不會有人叫做美陸關係 其實美陸 因為大家比較常用的詞叫歐陸 美陸 美陸叫做美洲大陸 歐陸是歐洲大陸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他其實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用 因為這不是一個習慣的用法 所以特別這樣用是很小心的 避免用忠這個字 那你在這一個言論裡面說 我們不要成為棄子 意思就是什麼 好像 其實可是這樣看起來是 你很怕被中國罵說 你不是我的 你沒有乖乖聽我的話 你為什麼直接把忠的這個字給講出來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大家昨天開玩笑 哭手半天 事實上最根本的那個問題是 你連他是中國你都不敢講嘛 你連中國你都不敢講嘛 但是站在一個 他是一個台灣最大在野黨 而且他是台灣 過去這50年來都他執政的 那我看了一下江主席他的這一篇 他就是不斷提醒 他講的東西我覺得很溫情 就是說現在有的國家疫情很嚴重 然後中國現在淹水很嚴重 所以大家要彼此為了人民為念 所以 主席你的意思是說跟美國說 最近饒了中國吧 大家要先對他好一點嗎 我覺得你在看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說你對於政黨的期待是 他認為台灣要往哪裡去 那在這個所謂正在全球這麼重大變局的情況之下 好你是一個台灣最大在野黨 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在他整篇的溫情論述裡面 其實你看不到啦 雷姐簡短補充 那個我是覺得是這樣 江主席他點出了這個點說 台灣不要變成棄子 是有他的典故 因為美國也曾經拋棄過我們 美國也曾經在那時候中美斷交 那時候跟我們建教的時候就拋棄我們 那你想想看 這個時候為什麼美國要把很多武器賣給我們 我們都很清楚 當然 記憶兩個因素 一個是 他跟中國大陸的關係不好 第二個因素是因為 他在這一波的疫情裡面 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的話 他整個經濟下滑